那你也可以就是直接不剪线 然后就直接线剪掉也可以 那你也可以直接不剪线 然后把这个线调整到这个外围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做的是 在这个天然石的上下左右 基本上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嘛 这个部分是已经完成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的是 这四颗 这四颗爪钻先把它定位起来 所以是刚好在它十字的位置上 在这个横向的正中间 然后上下的正中间 差一点也没关系啦 就是以天然石的这个正中间显变 画十字出去延伸出去 这样子加那个爪钻 所以我直接把这个针 直接浅进到这个 它的天然石的这个正下方 那我要来加第一颗的那个爪钻 那因为这个爪钻它有四个洞 然后就是它有可以固定的缝着这四个洞 那你可以这样子就是这样缝一次 然后这样子 等于是上下左右缝一次 好这样子直过去 你比较好穿啊 如果你要这个斜脚也可以 只是你在传线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里对角一个 那这个下对角也要一次 就缝两次固定 那你要多缝也可以 那我喜欢这样子 把这个爪钻先把它做好 一样就是要让它顶住这个天然石 稍微看一下 差不多就可以了 把它固定缝一下 你如果觉得缝这两针不够 你就再多缝也无所谓 反正就是把这一颗爪钻 缝在这个皮布上面 让它固定住 那基本上我一样就是缝完一颗 我就会稍微在背面打一个剪 然后再把线调整过去 或者是剪线 然后再重新的那个阶线 再起来 那我都没有让它剪掉 因为 就直接调整过去也可以 像这样子就是打个结 然后我们可以再缝完一颗的这个爪钻 那接下来就要再缝第二颗的爪钻 那我也可以直接把线挪过来 那剪线也可以啦 像这个就是它有稍微的这样子 就是突起来 好那在这个右侧 天然石的右侧再加第二颗的这个爪钻 那一样也是要让它就是贴住 贴住这个天然石 不要让它离太远 然后就移序在这两个竹子也一样的方法把它加上去 就是我们已经在天然石的四周围上下左右 就加了一颗爪钻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 爪钻的中间先加上五颗三米珍珠 加上五颗 那因为这个三米的珍珠 它比较比这个十二岭的日本小猪大 所以我基本上我会一颗一颗加 因为大了它比较容易会 所以那个幅度比较抓不出来 所以我先加一颗 然后穿到背面 回穿到正面 再回穿这颗珍珠一次 再加第二颗 那因为爪钻上来了 爪钻有时候会够到线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加第二颗的珍珠 一样把它搭到这个皮肤上 再前进皮肤 回穿这颗 那以这样的方式再加完 那个三四五 一样回穿 刚才加的那颗珠子 再加一颗新的 再回穿再前进这样子 那在这个四个缝隙里面 全部都加上这个三米的珍珠 像这样子 在每颗爪钻的中间都加上三颗 五颗三米的珍珠 在这个 其实爪钻的中间 都补上五颗的三米的珍珠 那基本上就是说 有时候你在缝这个爪钻的时候 那个距离没有抓得很平均 就是说 可能这五三颗的 五颗的三米的珍珠下去的时候 它还有留一点点缝隙 没关系 它整个作品完成之后 它并不是非常的明显 像这样一点点 但是如果说 你有发现就是 它挤不进去的 像这个都有留一点点缝隙 没关系 那如果说像这个 它比较挤 它可能就五颗珍珠 是摆不进去的时候 怎么办 因为比较松的话 你就是可以 稍微把那个距离拉 这个每一颗的间距拉大 所以不要让它肩膀 它肩膀有一点点 那如果说 有发现就是 这个距离 根本就摆不下五颗珍珠的时候 你可能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 这都一颗一颗缝 但你可以在最后面的时候 这三颗就一次 把它缝进去 然后再回头来 一颗一颗的回穿 因为你一颗一颗加的时候 那个距离可能会有 缝隙会大一点点 但是如果你连续缝的时候 它的间距会变小 就比较密集 以这个方式 那之后我们要来这个 现在我们要在这个 爪钻的外米 这个中间 再加上四颗这个六蜜的珍珠 那因为这个珍珠呢 它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你要出那个就是这个要开始加这个珍珠的地方 可能就是要上面要离开这个爪钻的这个 要在爪钻的这个顶段的那个位置出来 这样才可以就是让那个那个六蜜的珍珠 就就是在那个那个爪钻的上面这样子 就像这样出针的位置 大概就是要在这个按角 爪钻的这个角 不可以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的话 那靠近这个三蜜的话 那你的那个五蜜的珍珠 就是没有空间可以让它放 那线就会变成是拉很长 到那个洞口拉很长 所以我们尽量是在这个爪钻的这个角这边 加第一颗六蜜的珍珠 你摆上来 它就刚好是靠在这个这个上面的珍珠旁边 因为它比较大 好 所以就有时候是要目视一下 就是说那个位置到底OK不OK 像这样子 好 那这个珠子比较大 我们更要注意一下 这个你在缝这个珠子的六蜜珍珠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洞口的方向 因为洞口的方向 那如果你往外扩 往外出去 这个洞口现在是往外的方向 好 它是有一点朝外 那这样子的话你的那个珠子 就是那个线条走的就会往外扩 好 那我们要让它稍微圆一点点 所以我们就是让它是进来一点点 就是直线的这样子 就是你要抓那个弧度 它是这样子进来 不是这样延伸出去 所以在缝这个六蜜珍珠的时候 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把这个线拉到这个下一个转向的那个位置 再来入针 那入针之后呢 一样要回穿这一颗 这一颗六蜜珍珠还要再回穿一次 那基本上呢 我会让它内缩一点点出来 这珍珠的真相当出来 回穿这一颗 第一颗珍珠 接下来再加第二颗 都是加一颗珍珠 回穿一颗 然后再前进 再加这样子 那一样这个线也是不要往外 都是往内 往内侧的方向 那一样这个出针的时候 这个位置 我就会让它在珍珠的下面 内缩一点点 不要垂直 不要跟洞口垂直下来 因为那个线会很明显 那我们让它内缩一点点 这样子的话 那个线比较不会那么明显 这样子 就是感觉它是有一点点像 V字形说进来 这样比较漂亮 再加第三颗 那这个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剩下的空间是不是够 那个第四颗 如果不够的时候 你让它稍微外括一点点 外括一点点 它的空间就会比较多 加第四颗 加第四颗 刚好到这个角落 那差一点点没有关系 它吐出一点点也没有关系 基本上 就是让它感觉 视觉上就是在爪钻的中间 都在补上 那个四颗的六米的珍珠 那这里接下来 因为我们要加的是那个 巴林的日本珠 现在基本上呢 它比较小 那我们不可以直接这样穿过去 我要回穿到背面去 然后再回穿到正面来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三颗 因为我就前进到 这个爪钻的正上方的位置 然后来加三颗的配色的 那个八领的柱子 那因为三颗 所以我们就是 如果你一颗一颗胶的话 有时候那个距离比较抓不准 那我们就是一次三颗 把它上来 然后再去做回穿的动作 让它成一个圆弧状 拱起来的 就是有一点圆弧状 我一定要回头再回穿 你可以从第二颗回穿到第三 就回穿第二颗 穿到背面 再回穿那个第三颗 这样子 或者是你 就是你可以一次前进三颗也可以 只是说一定要回穿 那这样子就在这个爪钻的正上方 加了那个三颗的配色的 那个八领日本小柱 然后就是这样的方式 在这个每一个 每一个爪钻的中间都加 这个四颗的六蜜的珍珠 然后遇到爪钻的时候 它的外围加三颗 那个配色的八领的柱子 那个配色的八领的柱子 优优独播剧场上 明天是 我身既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